9岁的小齊肌肉萎缩无法站立 当同年龄的孩子自在玩乐时 他正躺在地上每天做复健 只能慢慢地帮助他 因为他现在脚筋都完全都是紧的 喜欢热闹的小齊 在儿童节之前收到好多礼物 儿童节快乐 这个小饼干小礼物给你 学校要阅读认真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让你阅读 长照不只是长辈的权利 也是我们像小朋友这些肾脏儿童 他们也可以使用长照 感受到被关爱 疼惜 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谢谢各位 阿姨 阿伯 此季长照发起儿童节送爱活动 雀募来的礼物分送给长照儿童 针对每个小孩不同的病症 礼物还精心挑选分类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也要让他感受到快乐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来做一个长照的服务而已 也要兼顾小朋友的一些发展 跟他心灵的健全 爱与关怀在他们小小的心田种下善种子 他也说他后面大人了 他也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帮助人家 他也看到那个 我以后也要这样 长照儿童的成长与转变 也让从业人员倍感欣慰 大爱新闻欧阳光辉台中报道